大家好 這裡是社群網上班 繼續這個系列吧 今天呢是 100海底能 簡單來說就是100個 比較簡單來說了 應該說它的翻譯就是100個 藏匿起來的 地精或矮人們的意思 就是這個 我們今天是大斗 大家知道啦 就是這種 像是小矮人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超可愛的 Kawaii 但是也好像很容易藏匿起來 我們追求是一次過啊 所以我 加油 100個這樣的小人們 小人 玩這個可以有更多的 動作的還是比較可愛 不然像之前那些魚啊什麼的 真的會覺得 嗯 欸這是一隻龍 不錯喔 一隻龍 一條龍 雄雄不知道它的樣子應該是誰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它的海底 你現在拿著閃的 然後 有一些胖一點 有一些瘦一點 這樣子 這居然不是 這居然是 這居然不是有一個叫什麼 矮人礦坑 這牠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一個簡單的桌遊 簡單嗎 算簡單吧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畢竟很適合團康那種 人數少一點的船船活動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人數少一點的就船航嗎 總之就是那種破冰遊戲啦 挺吃運氣的小遊戲 這個矮人也太簡單了 而且牠也太 怎麼說牠很 嗯 很分散的很均勻 然後都不是藏在一些鬼的地方 就很明確看到 那邊就有個小矮人 有個矮人在那邊 而且牠硬是大概兩個台 兩個階梯就放直這樣 也太可愛了吧 好了 一直往常 我們一樣還是 由上至下 來run一圈 不過我們先讓牠 呃 右下角的成就跑完 跑完了沒有 跑完了嗎 哈哈 我才剛問跑完了嗎 他就又跳了出來 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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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了不等了 畢竟這一個是挺簡單的 我們就還是一直往上 往下滑一下 大家 要是真的找不到 再來看好了 這個真的 點的太快 他還在跑 不想等牠了 啊 有需要就是 自己 停下來啊 我們就開始往下了 哒哒哒哒哒 雖然牠的 呃 藏匿的效果 非常的弱 或者是牠也沒有要藏的意思 雖然牠叫嗨一點 可是根本就沒有藏 牠只是 放在這一個畫裡面 有一百隻矮人 這樣子 地精矮人 都可以啦 但 我覺得啦 牠的真的蠻可愛 然後牠有用 非常用心在畫 所以這一個 每一隻的 看起來 就是都不太一樣 就是比起一些 上次 之前玩過的有一些 我覺得牠比較類似複製貼上了 狗的那一集吧 我就覺得沒有很喜歡 可是像這一個我就覺得超棒的 而且牠有一定的變化性 或者是說也是因為這種生物 牠可以有變化性 那像狗 可能如果 你沒有給牠擬人的話 你也變化不了什麼東西 所以 好啦能理解 不過我覺得這個真的超可愛的 好多好多種的小矮人 的地精 翻譯起來 就是這樣 OK啦 還在跑 好啦不論怎麼樣呢 牠成就 聞到牠等一下就會跑完了 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啦 那這就是 One One hundred hiding norms OK 好啦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啦 這裡是二次的 前面要上班 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謝謝